現在展開一系列的關於六十到六十四歲綜援的議題 我自己是昨天下午正式給了信財政司司長和勞福局局長 我們正式給了一個意見給他 我們希望在六十到六十四歲人士的社會福利問題 盡量不希望在政策改變 或者要配合人口結構未來老化的時候 在過程中第一欠缺一個過渡期 第二我們亦向他表示希望在過渡期中間 能否考慮用關愛基金來彌補六十到六十四歲 萬一需要申請縱援的人士 首先我們表達的意見就是 其實六十到六十四歲的人士在香港 一直都有義務而在社會福利派堂上都是很缺乏的 我在過去十年做立法會議員 有機會落到一些中產區 亦都很多六十歲就已經退休的人士 跟我們說是要求特別爭取六十到六十四歲的一群 當然他們不是想申請縱援的 大家都意識到即將是六十歲或者已經是六十歲那批人 大部分都是屬於嬰兒潮出生的人 嬰兒潮即是五零年代和六零年代出生的朋友 這批人是經歷過香港非常艱難的階段 亦都見到他的父母很辛苦這樣養大自己 所以在這個年齡層出生的人 他們對於香港的經濟發展是有很大的貢獻 而且是相當勤力喜歡做事 當然每一個年齡層都有例外 但在我自己接觸裏面 特別多六十到六十四歲的朋友 他在社會的制度上幾乎是毫無福利的 如果是到這個年齡他需要拿縱援的 通常是有兩種情況 一就是可能他在事業上是遇到很大的挫折 或者投資上突然間失利 又或者他是在個人的一些發展上 出了一些問題在家庭上各方面 所以才去到要拿縱援 香港人我不知道大家接觸多少這一類的年齡的朋友 但我接觸的絕對他不會想去拿縱援 或者被人說他去拿縱援 所以我相信需要拿進援的朋友 他是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好了現在我們要面對香港人口結構 在2030年31年到36年人口老化 大家是明白的 但是在這個過渡期我們現在要面對處理的 就不是現在是18歲或者25歲那批人 他們有排都未到60歲 而是處理現在59歲即將去到60歲 和現時已經是60到64歲這個年齡層 是會有機會要拿縱援 才可以令到他維持到生計的這一批人 我們看過那些數字 其實這個範圍的人士不是很多 是由一千到三千 每一年約都大概有二千人左右 所以我們現在就想做一個具體的建議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聽到 當然盡量可以不要影響 現有這一批有需要的人士的福利是很重要 我們有關內基金當時是曾經提過 如果關內基金能夠在這些這麼大爭議性的時段 大家我們所謂都需要時間去處理政黨和各個階層 社會和政府要達成的共識 包括是否正式將所有退休年齡已經是延長到65歲呢 那如果工作崗位真是有一個好的配套 據我所知道就是大學都不是這樣了 每間大學有起碼兩間重點的大學都是六十歲就是退休的 政府也是基本上除了紀律部隊更早些 五十歲退休的其他都是六十歲退休的 而我所知道六十歲能夠延長到六十五歲合約的人士 不是說自動 也都是因為他們在舊制的福利是比較好 反而令他們延長合同到六十五歲未必容易 所以如果這些配套未做好 包括私人企業甚至大學這些公營企業 全城是否有這麼清楚的意識 我們一起合力將退休年齡延長到六十五歲 並且政府和社會都有充分的討論 大家明白二零三零年之後 人口老化的情況一起努力 如果缺少了這個過程 我相信這個反彈是大的 社會上當然如果你六十五歲以上 可能它不是即時受影響 但如果家庭裏面是有一些父母 受影響的是六十到六十四歲 它可能影響的是一個家庭 我們很希望在未來的這一年 其實政府和社會會面對很多重大爭議性的議題 現在提出用關愛基金設入 能夠用一個額外的特位津貼 甚至將來在長遠完全改了編制之後 對於六十到六十四歲的人士 是屬於現時可以符合 拿重援的這種條件的話 關愛基金都向他們施與援手 我相信用重援拿到這些資助 還是關愛基金受惠人 反而未必是最緊張 因為其實不是人人想告訴別人 自己是拿重援的 我很希望政府能夠認真考慮 我們是跟一些相關的年齡層 有些是受惠的朋友 經過討論之後 就覺得要給少少時間空間去過渡 而不影響現時有資格申領 及即將有資格申領的人 即是五十五歲到六十歲之間 令到他們可以有更好的規劃 知道怎樣去規劃 未來十年自己應該怎樣去找事做 還是怎樣去維持自己的生計 這也是關愛基金可以協助到 我們香港社會承認 及給回六十到六十四歲的人士 應有的尊重及尊嚴 一個關愛的表現 如果政府不拒絕這個改變 所以你自身在你身上 可以支持這裏嗎 你覺得這裏的聲音 會如何評估 這個計劃 我们做了立法会议员那么久呢, 我应该是第三届做立法会议员, 过去十年应该我们都很清楚, 其实财政预算案所反映的都是政策局做的政策决定, 政策局做的政策决定是需要在立法会过我们的事务委员会经讨论, 无论大家赞成反对都会有充分意见表达, 所以我个人就不倾向将这个事情从财政预算案完全捆绑在一起, 但我认为政府是需要处理, 他们可能会发放一个讯息, 这个讯息会令到无论建制或泛民感到忧虑, 究竟在政策局未经充分讨论, 或者在政策局讨论的层面, 大家未曾能够很有准备即将推出的政策, 好像这次那么争议和敏感的一件事, 我相信会令到不同的议员朋友会有一个很大的忧虑, 所以我希望这件事能够妥善处理, 而我第一时间希望能够帮到的就是怎样去拆局, 我刚才提出的意见亦都经过深思熟虑, 今天早上我也有机会跟努复局局长沟通, 并且将我的意见正式向他了解, 如果大家能够从一个大局去考虑, 我希望政府认真考虑这个方案, 将来来说都不可以亦都不应该忽略了六十到六十四岁的人士, 除了中援之外,其实他们还有其他应该享有的一些福利, 当然前提就是六十岁的人之后是否全面退休, 我们不可以就这样抽象去用六十到六十四岁去画一个界线, 六十岁的人他一定可以找到工作做, 或者他一定会退休, 所以这个其实一定应该从现实去考虑, 我刚才的意见我是呼吁政府认真考虑, 特别是政策局, 我相信因为要将退休年龄延迟到六十五岁, 是政策局提出来, 我自己本人就会比较清楚, 我暂时不会将这个事件跟财政预算案挂钩去处理, 我们自己经文联就未正式讨论这件事, 我们当然希望政府能够尽快妥善处理, 特别是跟各党派的关系, 尤其是大家在理解上支持财政预算案, 并不是一定支持具体政策局的某些情况, 我相信这个一定要经过详细的沟通, 而我提出的一个具体的建议, 卢福局长也有聆听, 也有提及, 当然他有提及, 他觉得要延长六十五岁退休年龄对未来规划的必要性, 但我也听得出, 如果是一个过渡期的一种考虑, 也有机会考虑, 我们这些提出来的一个能够解决现时, 这个比较僵硬的一个局面, 我相信局长是要跟不同的党派去沟通, 那双方会不会在理解这件事上出现了分歧, 和特别在时间推行和方式, 我相信局长会跟各党派去沟通, 我相信也会跟我们的党派去沟通, 那今天早上主要是就着我个人的建议, 就是由关内基金, 如果这个政策真的一定要推行, 关内基金就去扮演一个可以介入的角色, 是令到受影响者, 其实在真正得到补助上是没有受影响, 还有这个过渡, 起码是给五年的时间, 让现在五十五岁的人, 他都可以对于将来的规划, 是有一个更清晰的准备, 多谢, 是否会是不错的想法, 是否可能会把这个政策的计划 到中央的新冠军中的时间去沟通? 我必须说, 我没有完全没有解释这个问题, 我所表明的认为, 在身份的許多我們所支持的地方 可能會落下60-64 那些人從60-64年 不想獲得任何免費的免費 如果他們可以 我相信這個業領 現在是2,000元 每年都是那些人的缺乏 不断压力 或不断压力的原因 他们可能会出现了压力的困难 到60岁的年轻的年轻 我会不断这个问题的时间 我会给大家时间 让政府谈论与政策的政策 including my own party to explain why they would impose this policy at this point and in such a way because I can see mostly the budget represent the different boroughs decision actually I have been legislator for three terms the budget only reflect what the borough is asking for so the main target is still the borough and I strictly talked with the borough head this morning with mr. law and he also agreed to consider different kind of solutions and if it is a rational and reasonable suggestion which will be regarded as a transition like for example for five years or so when we also have more time to get the allowance and consensus of the people concerned say for example we're not talking about people age of 18 years old we're talking about people who are after 55 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ey would reach 60 and some may retire at the age of 55 they need to plan ahead and also the community need to have the consensus that including employers the government themselves university and even employers like ourselves will have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we should recruit people up to the age of 65 so far if they can continue to perform their job so the community also need to get ready and people who are at the age of 59 would know that they would have the expectation of their job to continue up to 65 so these are the package for introducing such a change of policy you know nowadays the community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taking away some benefit you need to give some time and more consensus to be reached so I believe my proposal which is we would expect the existing fund to assert the help to give the extra $1,000 around $1,000 to those people who really need the subsistence allowance when they are at the age of 60 and 64 because from my observation those generations they are born out of their baby boom if they could they would not apply for the welfare subsidies this is my experience so I think the community should show our love and care and affection and also appreciation and recognition to this group of people and we should positively think of a solution to solve the present deadlock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community at large thank you